副市长蔡炳坤用毛笔在灯笼上写下千变万华扭转乾坤 象征为蒙甲带来新气象 迎接台北灯节 台北市政府邀请策展人艺术家Akibo老师和书法大师张炳黄 与蒙甲在地里民和小朋友们一同彩绘灯笼 为活动暖身 不过由于台湾灯会已经宣布停办 台北灯节是否跟进 蔡炳坤表示会随疫情发展调整 假如有一位本土的这些不明案例 我们就会启动 包括把每平方公尺四个人再减为两个人 然后开幕表演 甚至我们还有游行的活动 全部都会缩减 避免说太多人 所以这个部分都已经按照SOP在规划 那如果说进到第二个阶段里面 有每周15例的本土案例 那就会启动 也就是说开幕的话大概就采线上 那游行跟表演全部都会停止 那这些呢 其实我们观传局 我们在防疫的会议上面 都已经做了一些 非常完整的构想跟规划 那因为距离灯节26号 下个月26号才要举行嘛 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这个多月我们当然随时都会因应疫情来做调整 蔡炳坤表示灯节与跨年性质不同 灯区的展示是装置艺术 为期10天也会分散人流 而目前这些由灯区附近里民共同接力创作 预计500个花灯灯笼 将会在灯节期间 在康定路部分路段展示 为灯节带来喜气 也象征传承与创新 记者林熙慧台北报导